哈嘍大家好,我是夜 今天這集影片呢 要來聊聊在災厄之章模式中 王的頭上常會出現驚嘆號的必死技能問題 那相信各位都有被必死技能攻擊過 然後瞬間死去 但你們知道必死驚嘆號會在哪些地圖出現 以及地圖哪些難度才會出現必死驚嘆號呢? 今天這一集影片會告訴大家 要怎麼防禦BOSS的必死技能 還有推薦在什麼樣子的地圖與難度獲得防禦道具 我們就以恐懼之間這張裡面的混沌機甲來做個說明好了 相信各位都知道這隻混沌機甲讓人死亡的技能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揮擊 第二種就是火焰 第三種就是雷射 這三種必死技能 而這三種必死技能分別為三種道具 以及三種難度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如我今天打困難三的恐懼之間這隻機甲 而這隻機甲有三種必死招式 而這三個必死招式在困難三這個難度只會出現一種必死招式的技能 而不會出現另外兩種的必死技能 而在困難六會出現困難三與困難六的必死技能 相同的在困難九則會出現三種必死技能 那麼問題來了 如果我在困難八打機甲 機甲會出現必死技能嗎 答案是不會的 會出現必死技能的難度只有困難三困難六困難九這三種難度 而其他難度是完全不會出現必死驚嘆號這種施放技能的 那要怎麼獲得防禦技能道具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乾 以及運氣 你可以在沒有必死驚嘆號的地圖難度來乾 防禦技能 比如說 困難一 困難二 困難四 困難五 困難七 困難八 這些地圖難度 再來 很多人一定會有這種想法說 地圖難度高 防禦道具 掉的機率就越高嗎 其實並沒有 這三種防禦道具都是隨機給予的 而不是難度越高掉的機率就越高 難度越高的作用就只有增加防禦技能道具的天數功能而已 並不會因為難度越高掉的機率越高 相反的難度越低掉的機率就越高 相同的獲得防禦道具的天數就越少 切記 如果要獲得恐懼之間防禦道具 就要在恐懼之間這張地圖獲得 而不是跑去其他張地圖打 還有另外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當機甲在放必死技能的時候 千萬不要離機甲特別的近 因為必死技能它的招數會有範圍性 假如你靠近它的話 你滿血就馬上會死亡 除非你有泰坦娃娃可以扛一命 離開機甲附近 這樣的話 才有辦法存活下來 這樣子 今天的BOSS必死技能差不多就到這邊 介紹結束了 希望各位新手玩家或者是常玩的災厄模式玩家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會有所了解 必死技能是什麼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